以時令蔬菜豆苗為例 在廣州價格指數平台發佈的蔡蘭子平均零售價格表當中 並沒有豆苗一號 現在市買的豆苗價格不便宜 是一間APP顯示人均消費水平137元的食肆 豆苗一個禮牌又買到多少錢呢 同樣沒有在蔡蘭子當中顯示均價的娃娃菜 有街市買三個半一斤 而在一般食市新價都不低 鹽樂人士就說 蔡蘭子價格是廣州中心陸區六十幾種雙品的均價 是市場價的一個參考數據 無參考價的品種 唯有到農貿、水產等批發市場了解紅情 鹽樂人士就說 一些特色的菜品、食材是不能參考蔡蘭子的價格 這個時候通常就是以成本和市場經營的因素 來定價格 可以通過它的入貨價 一般如果你是成與二的話 它的無利率就50 如果是綜合無利50的話 它還要分配在給租金、人工、其他的費用 如果超出了4的話 或者超出了3.5的話 它的定價在我認為是過高的 經常說貴買 便宜、便宜、貴買 很多時候就是取缺於一個叫做綜合的成本核酬 這樣面對食市多樣的定價手法 物價部門是怎樣判斷怎樣為之定價趣呢 消費者在什麼情況之下 對食市定價提出合理的質疑呢 廣州的物價部門 怎樣監管食市定價的行為呢 記者向示範那位等主管物價的部門去採訪行 暫時未得到回應 廣州連事記者在網民報導